這個Refinitiv 就是路透社那個另外那邊的分支 就叫做Lo...川特Refinitiv 是路透社Wrightless的另外一個分支來的 投資銀行環今年在香港協助IPO的收益 是3,300萬美元 比起去年同期的2.21億美元 就是跌了90% 大家都知道這個如果你說IPO的市場跌了這麼多 基本上香港你不用說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說跌了90%做IPO 說的是90% 你怎麼爭論香港是怎麼厲害的金融中心都沒得爭論 就是在數據就告訴大家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沒得騙人 你自己吹得多厲害也好也沒用 說的是 在這個節目有所說的 很多大的投資銀行oru 把他們的主要的員工全部的客人切放在香港 所以香港現在的情況就是有我們所說的虛降在這裏 這麽多的商會包括美國商會 歐洲商會 這個不是說金融 而是說普通的商業活動 都覺得香港已經不像舊市的那個香港 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是不多的 因為很難就會變回好像原先 就是打回原本有的榮景 這樣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我想要面對的事情是 第一 如果你留在香港還值不值得去做任何的投資 我多數我認識的留在香港做金融的人有兩類的 是做一些backoffice那些 包括做一些所謂的法規部 和風險管理那些最吃香 risks management和compliance那些 還有得做 你說去做裸客那些是非常之難做 包括有 說的是做private banker 就是私人銀行那些 做IFA 就是那些叫做獨立理財顧問那些 因為那些人已經是最大的錢是拿走的 那些所謂的知識 專業人士那些再不留戀在香港那裡 那變成了如果你說在金融行業裏面做前線那些是相當之困難的 你會看到這個情形就不可以只是靠什麼北水 所以說現在大陸都是在玩這件事就是說 除了封城之外呢 是在做那個叫做COVID test 也都是不是那麼容易給自己的國民去出國旅行 那大家看到這件事就是不給自己的國民很容易地出國旅行 那至於香港是等於大陸的一部分 是嗎 現在說的 所以接下來的這四十幾天 我講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昨天另一段影片又封了我的 就是我說剩下42天在那裡 香港人去到7月之前可以做些什麼 那Lucy這些都不是很敏感的話題 我只是說說 你離開之前 你應該 如果你還有些銀行的錢 你留在香港的banking system裡面 你千萬不要cancel你的手機 因為你要SMS認證 有很多東西 你去到海外 你去到英國 你去到澳洲 加拿大也好 你要移動那塊錢 你不是 就是如果你的戶口是dorn in了 你是需要很多時候用SMS去認證 就是說電話是屬於你 那你的錢還沒走到的時候 有些人 就是兩年之前 急急腳 急急腳的意思就是說 你將什麼東西你都cancel了 include你的手機 有朋友就說想嘗試去將一些一個戶口拿走 這樣都幾substantial 就是那塊錢都幾大 但是他沒有了 SMS去認證那個是他 那就很麻煩 因為那個是你跟你的人去登記的嘛 就是實名登記啊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不是一個太空卡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說很急急 你留下什麼東西在那裡 你一個電話 有個認證的東西 你可能給一百幾十塊一個月 那個是值得去keep住的東西 你還有很多東西是需要你的香港電話號碼 如果你打算離開 但是那個人離開 但是你有很多東西 還沒離開到 至於YouTube Channel那樣東西 最後我也想說一說 剛才我說的圖結 我看到了 有些社交媒體的群組朋友說 不單止是我們昨天說 你說之前42天要做什麼 那個ban了 接著就說Telegram那樣東西ban了 剛才我說的IPO市場跌了九成 唯一的一些所謂YouTube群體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將你的註冊 你YouTube的註冊 你不要再放在香港 我不知道看中國的香港頻道的註冊是不是在香港 你可能要去一個不在香港的地方 那就OK了 就是變成了你說如果有香港的component 都是會有問題的 就是在現在這麼殘酷 或者這麼現實的港版國安法之下 我想每個媒體的創辦人 執行人 那個studio manager 都要面對的事情 那這個是很切身的事情 Lucy 其實我可能想你可不可以講講 現在香港的港幣啊 股市啊 路市啊 講一講美股 我不講香港 因為我不是做香港 剛才講了IPO市場 你看到現在這一刻 第一 香港人都是做美國的股票都多的 我覺得現在你要去對沖香港現在的股市的風險 其實美國的 不是說你買了美股就等於大了 因為現在是調整的週期裏面 現在講美國道行師指數 這個星期三是跌了 即是一天one day的大跌超過了一千點 這個是兩年之內的一個大的跌幅來的 那我都可以講一講 有少許的數據給大家看 你可以用investing.com 就會看到 道行師指數現在是 星期三就跌了一千多點 現在在這一刻 中午12點20分 即是香港凌晨12點20分 就跌了一百六十多點 港股我不講了 港股基本上除了IPO市場 沒得做之外 你看香港恆生指數的市值一路都是 叫做在那個低位那裡 那香港恆生指數就 星期五就升了596點 剛剛收市的時候 但是現在是徘徊在2萬點左右的 徘徊在2萬點左右 OK 大致上要留意就是美國的股市 如果我們說道行師指數 就是30 道行師down30 有一隻的重磅股 是什麼呢?就是Wallmark 大家都肯定聽過了 另一隻就不是道行師30的 另一隻叫Target 都是賣一些平價的東西 都很耐力的了 當你說經濟是屬於一個加息的週期當中 就是你做任何的financing都會是貴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就很緊張了 很緊張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現在你投資在什麼市場那裡 是真的OK的 現在你說的 譬如最大市值的Amazon 我講一下股票 讓大家有一點點的認知 好不好? Amazon OK 我現在加一隻Amazon下去 看看它現在 看看可不可以 先拿出來吧 好 Amazon 現在的beta是1.27 即是說 如果世界的風險是1 現在beta是1.27 就已經不是最危險的那些股票了 它曾經是一個高增長的股票來的 52個星期的高低位就由2000元去到3773 現在是在做2127 即是說 在52個星期的高位的股票跌了30% 即是如果你說你的身家有1000萬美元 那就沒有了300萬左右 大約是這樣 一年的one year change exactly 跌了三分之一了 33.59% 33.59% 就是跌了三分之一 所以在股票市場那裡 因為無論你說是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或者你玩台灣股票也好 你不可能全部東西是放在股票市場那裡 大家明白嗎? 除非你說你是有一個方法 一個止虧的方法 或者是止賺的方法 去做一些股票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是說用程式去交易那些 你永遠不會在最低點那裡 是進入到股市那裡 你會有個勢 即是順勢而行 就是你的trend是有了之後 那什麼時候呢 你才會沽出來呢 就是當那個trend 那個勢已經逆勢 但是看著trend的時候呢 你就會把那個股票賣下去 那結束之前呢 我說就做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你看到有隻股票叫做Amazon那才算 那現在由高位3000多元 跌到2100多元 就是剛剛跌了三分之一 那你可能你會問 會不會有機會再跌的呢 這些股票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曾經是高市盈率 現在的市盈率是51倍 就是說你要51年時間呢 你才可以recruit 那個original investment 而它那個市值呢 很恐怖的 曾經去到2萬億市值的公司 現在去到1.09萬億 一個one trillion 曾經去過2萬億市值的 如果沒有記錯 那就是說很短時間之內呢 股市是可以大調整 就是有很多人在股票市場上都輸得很厲害 那可以做些什麽呢 那當然呢 你有一個system 可能就是叫做止善 那通常來說呢 我們就說由 譬如你說1,000元升到去 哇 2,000元就是升到100% 2,000元去到3,000元 那就是你升了200% 那在200%那裏 即是去到3,000元的時候 3,000元你跌10% 是多少啊 3,000元跌10% 是不是300元 那去到2,700元 是不是 那如果你說跌15%是怎樣的 那是多少啊 450元 是不是 3,000元減4,500元 大家算不記得啊 那就是2,550元 是不是 如果你說跌了15%的時候呢 你可能呢 你的程式已經叫你說 這個是一個只賺的東西 因為你從1,000元開始買下去 在那個程式去做到某些的量化去計算到 那個數目應該這樣做 那你說這個就叫做 即是叫做只賺 或者叫做只善都可以 其實是只賺啦 因為你從1,000元進去 然後就去到2,000元 到2,000元 到3,000元 當3,000元你跌10% 跌15%的時候 你就去剪輸了 那你可以用一個 就是所謂的program的方法去設定這些盤 但是如果用人迷的方法呢 那就是說 千萬不可以做 就是說 我要跌到 你一直把那個降低的門檻 就是說 我跌了15% 去到有2,550元的時候 你不願意放 接著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那就去到 What about 如果你跌了九成呢 就是九成就是九七 九三二千七百 那就是說你跌到由1,000元 變成去到300元 那就九成了 如果你說3,000元你跌了七成 就2,100元 是不是 那就是說你只剩下900元 你比舊市還差 會不會有機會跌七成呢 就是股票 絕對有了 因為Amazon說在2001年的時候 它曾經是一個高增長的股票 而暴跌呢 你跌了90% 在2001到12年 911事件之後 那當時的互聯網 是在95到2000是一個增長期 你想想 現在剩下的股票有些什麼呢 不要說港股 我們今天也說美股 也都不方便說港股而已 會有一個conflict在那裡 不過 我就不想說了 那你變了來講 舊市的四個four horsemen 包括有 在95到2000年最紅的這四隻股票 AOL 就是美國在線 現在就被Time Warner 已經收購了多年了 Yahoo 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有一間電訊公司叫做Verizon 在美國買了它 第三就是eBay eBay是一間很小的市值的公司 網上拍賣的那些已經不是這麼多人不玩了 那第四樣東西就是Amazon 曾經去到2萬億市值 現在去到1萬頭 那就是說呢 幾樣東西而已 投資的領域呢 順勢而行 長短均可 風險控制 量力而為 那我呢 一會兒要有另一些事情要處理 那先說到這裡